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高兴今天又来到我们股市之宝 我想每天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当然现在就是很不方便 都是爱戴着口罩 也希望我们早一天这个疫情能够解除 事实上这个我陈老师就是在最近的节目里面 我常常跟大家讲 股票市场里面 当然很多人都是一个心态 当然股票市场里面 其实我常常跟大家谈到一个重点 就是我这么多年下来 几十年的经验 股票最大最大的利空 没有别的 就是涨太多了 就涨太多了 你从过去的生计类股 中天合一那个时候 对不对 哪会输给今天传产 是不是去年 然后接下来IC设计 几十块 在这边爱普利基 在这边四星KY 金利科 那些人贴到这样一千块了 接下来这个 我们最近看到了长龙阳明旺海 当然我跟大家谈的也很多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旺海就做到299 后面给连爷爷去赚 后面给人爱地宝的人去赚 那长龙我认为还是可以到199 长龙199 长龙199 你2以上就给人家赚 那我跟大家谈 就是说股票市场里面 其实都是这样子 你有时候你不要去想说 他有什么基本面很好很好 我常跟大家讲 就是无非就炒作 你看以前这个宏达电 对不对 炒到一千三 国具炒到一千三 对不对 太多例子 很多电竹构 都是这样 是不是 我们郭董的昂海 以前也是说 要让你看到200块 在我退休之前 对 好难 不然看到200块就退休了 其实股票市场里面 当然现在航运也跟你讲 原物料怎样又怎样 事实上我陈老师 我常跟大家讲无非 这些东西 当然都是一样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就是说 基本上一个族群 它要能够成为一个 就是说主要的部队 它没有那么容易 股票会涨 股票会涨 个股会涨 但是你要成为一个部队不容易 所以事实上这一波来讲的话 船产它也算一个部队 跟以前的生计是很像 因为要够多够广 当然是以这个长龙 阳明望海在带 当然我个人认为涨到这边 涨到这边 我也跟你讲 其实资金慢慢会挪移到电子来 你慢慢看 因为电子股基本上来说的话 它慢慢的到了下半年 它也要进入旺季 这是一个因素 再加上现在目前来讲 整个全世界 你必须要去了解到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这个美国 它一定多少 还是会有一点通膨的隐忧 所以你看现在美股 为什么也是高科技类股 会比较强一点 你要了解到这个状态 你看最近NASDAQ 也是一直创新高 但是反观 Dow Jones就比较弱一点 所以你回过头来 你一定要开始布局一些电子股 因为美股 它一定是领先全世界 所以你看美国的一些传产 也是开始慢慢的 已经开始 它的一个Dow Jones 为什么慢慢的回挡 再加上现在全世界 有所谓的这个通膨的疑虑 我客人认为 美国升息是在所难免 一定要升的 那美国升息的话 基本上来说的话 台币怎么样 它慢慢的就会怎么样 就会走弱了 美国一升息的话 可能这个将对的美金 可能又会回到一个比较 那当然对于电子产业来说的话 无非也是利多 因为台湾本来就是靠这个出口 那你现在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这个台币慢慢的 它慢慢的又扁回去了 扁到往30去了 当然对进口的东西 对原物料来讲的话 势必也是一个压力 那相对对出口来讲 对出口来讲 它当然是一个比较多的利多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这一块 所以你看看在美国来讲的话 最近你有没有看到电动车 特斯拉又开始来 又开始来 所以这些东西你都是要注意 所以我一定跟你说 为什么你要注意这一块 所以你看看最近的包括电动车 我已经跟你讲过什么 美其马康普 已经讲了很多了 对不对 那你要去注意到这一块 电磁概念股 那我已经跟你讲过 电磁它上来了以后 接下来 特斯拉上来以后 你回过头一定要注意什么 包括被动软件 因为被动软件一定也是缺货 所以我早就跟大家讲说 你不要小看这个陈泰明 我最近有跟你讲 对不对 周杰伦说 你给我弹三个音 我给你一条歌 我上星期就讲 我之前找到书富比 在那里 正小的就对了 现在周杰伦他也不唱歌了 在搞那些什么 走朝星辰朝董的后路 搞那些东西 炒作一些东西 炒作那比较快 对不对 炒作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那个圈子水很深 事实上书富比这种公司 什么加世德书富比 那其实我讲的更难听一点 就是在洗钱 什么古董 什么品味 上流社会 现在大家都生活都过不去了 他们还在搞这一套 在搞这一套品味 这个话你看得懂吗 这个创作 搞那一套 一般人现在比较难以接受 大家都这样要夭习 还有人在说品味 这个事情 所以说真的 这个也是很 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对不对 你看看望海的少东 听说华航 这华航包鸡 把那个整个商务舱都包下来了 你看看这个 跑去美国 洛杉矶 享受 对不对 享受加州的阳光 对吧 我们在这里很多的失业率这么严重 这对比 所以你就看得出来有钱人就是这样 很有钱 对不对 没有钱人现在是这样 挨得这样 寸草不生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真的是这样的 你看他周杰伦 你看跟那个陈泰明 对不对 两个在那边舒服 比在那边 谈创作 谈品味 谈这个收藏 有的人现在摇到要死 都已经快空肚子了 所以这个就是有钱人跟没钱人 对 祖杰伦贪哪些钱 没关一国 陈泰明对不对 这个炒股很重要 但是也得要捐一点 捐一点 对不对 这个有时候有的人 当然有的人是说 有的人做这些善事 是怎样又怎样 当然都是有目的 就看最近贾永洁 对不对 这样 哦 这样 奏到这样 他老公这个德杰建设 对不对 在买房子 当然最近也当然会受到 这些疫情的影响 房子也是卖的会比较 所以这也是在跟他们 老公盗三天 对不对 带着这种母亲 就不用拆了 扣营母 做公关就好了 所以当然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目的 其实是我 我一直跟你讲说 即使是鸿海郭台铭 包括买这个什么VNT 什么 他们都是有目的的 你不要认为说 他没事来搞这个干什么 所以有钱人 当然他有社会责任 但是相对的怎么样 他也有他的目的 所以我为什么 一直跟大家谈说 你看看报纸 公商时报 经济日报 每天都写国据力多 每天都写国据力多 当然这个就是后面 已经有人在安排好了 被动员件缺货 也不是缺一天了 写了一两年了 每天的公商时报 经济日报 可能就固定了记者 每天一定都写被动员件力多 但是我就跟你讲 这都代表什么 某些讯息 某些讯息他当然是在释放 对不对 今天外海的老板 坐回人家 去美国 来包鸡 他这个时候 只是说出去也是很敏感 对不对 他把整个商务舱都包起来 对不对 人不能坐 他自己享受 对不对 那这个就没办法 这个应该这个对比很强烈 所以说我陈老师为什么说 我也不建议大家一致的去买这个航运股 不是说他怎样会不会涨的问题 因为外海这个事情 说真的 这个以后慢慢的也是棒打出头鸟 所以说我们的有时候 也你要注意一下这些风险 像高端跟联雅 不是不能买 你懂我讲的吗 你看这个长龙 这个当然涨是可以涨 长龙 扬兵 外海 这个机会已经成为什么 大家今天要夭习 你今天你鼓庙插到那边 当然这个是很强烈的对比 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快饿死了 对不对 周杰伦跟陈泰民 你给我三个音 我给你一条歌 在那里算一种 没一种 谈创作 谈品味 谈上流社会的这些 所谓的这种享受的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不好 不好 那我个人认为 这个 我陈老师跟你讲的股票 你就注意 等到有一天 陈老师 他现在是被分盘没有错 来拉近一点 但是我个人认为应该是 分盘完再注意一下 分盘完再注意一下 好不好 那这个一定要注意 好不好 雅光阳迷光拉回来要注意 就注意这个 把他这三支注意到了 金星科 金豪科 金虹 有没有很清楚 我叫你注意一定有我的道理 我陈老师今天问我 陈老师今天要买电子股 我是要怎么买 很简单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因为电子股本身 他其实他的结构很简单 因为电子股说真的 他未来要涨 他绝对是涨怎样 他绝对是涨怎样 强者很强 你在这一波的这个所谓的 像这个传产的这种 震荡之下 就是传产把这资金吸的之下 电子他还能够挺得住的 你懂吗 这个绝对是下一波的主流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啦 为什么 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 就是股票市场里面 其实他蛮简单的 但是你有时候看起来就很复杂 为什么 因为你想太多了 我陈老师这样讲 你就懂了 在这一波的传产 这么的耀眼之下 哪些电子股 在这一波传产股 这么耀眼之下 他还能够是非常强势的 你懂我讲了吗 还有包括什么 还有包括什么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什么景硕啦 欣欣啦 南电啦 所以我就跟你讲 有些股票你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要注意 因为这些股票 像中美金合金的话 这我都讲到不想讲 对不对 你看环球金额快要一千块 那为什么 你不要小看这光学 玉金光这些的 他绝对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泛泛之辈在买的 玉金光 这个你看他这一波在 整个传产这么强之下 还有人在下面接 那你等到下一波电子强 会强要来 当然是以这些为主 所以今年第一个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的光学 他拉回来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标的 光学一定是很重要的标的 你见玉金光也是一样 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 你这一波 你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到这些电子股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 有些东西 你以后你就会看得到 你现在你说陈老师 我现在看不到 欢迎我今天叫你注意 你就注意 电子三雄 紧缩心心难电 拉回要注意 还有包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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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这拉回是给你买的 这拉回是给你买的 这Q大 这是要让你买的 杀的金钱也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电子股本身 我第一个跟你谈到 第一个他量没有报得很大 你看见曹龙阳明晃海 说真的 他这个量是很大的 那为什么会很大 因为什么 很简单 长龙阳明晃海 他今天量报了这么大 为什么 很简单 一定是大股东在里面 一定是大股东在里面 你就记住 传产股大部分人长 除了法人之外 一定是大股东在里面 因为传产 他以前都不会长 我这样讲你懂意思吗 所以说大股东 基本上 一定是掺杂在里面 做一些所谓的什么 做一些动作 那电子股大部分人 都是靠法人在拉 大股东 他基本上 他就做他的本业 他只认真做他的本业 让他的业绩做得很好 当然有少数是 比较注重在股票里面 所以电子股大股东的心态 跟传产股大股东的心态 他是不同 所以有时候 你们去充那些 所谓的传产股 为什么长龙阳明万海 你怎么充 你今天赚一点跑掉 他又拉 你赚一点跑掉 他又拉 你赚一点跑掉 他又拉 为什么 因为大股东在里面 他把持股都抓得紧紧的 他不卖 为什么 他等到一个价位 他在卖 因为他几十年 他从来没有赚过这么多钱 电子股心态不强 因为电子股的老板 基本上钱都也赚过了 法拉利也买过了 大牛也买过了 对不对 劳斯莱斯也都做过了 电子股的老板心态不强了 那这些传产股说真的 他多少年 他好不容易这一波 他好像很久没看到钱一样 今年传产长成这样子 那些大老板 你懂我讲的意思吗 跟他穷人突然翻身一样 所以大股东一定是怎么样 手上抓着这个股票 一直往上弄 他一直往上弄 他总有一天他要卖 等他卖了那一天 我不敢讲是崩盘的那一天 所以传产股 他为了他下来 你要特别去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绝对不是法人卖的 传产股真的会下来的那一天 就是大股东在卖的 所以你要最近要注意到说 我万害这老板 为什么会背去美国 他现在背去美国 万害这老板现在背去美国 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我来跟你说一下就知道 你要自己想一下 万害这老板 他现在这个时候背去美国 还把这个发行的商务舱 都包起来背去美国 你要有一点想象力 他这个是不是 我怕什么事吗 还是怎样 先 这个时候你背去美国 然后把整个商务舱都包起来 这个感觉上好像也不是为了逃难 好像有点怪怪的 股票涨那么多 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注意 那当然电子股它不一样 因为电子股怎么样 你会去发电子股 第一个股本小 然后股本小 大部分电子公司的老板 他的心态就怎么样 我把他本业做好 你要买 如果法人你来买 我公司是贪钱 所以我跟你讲 这些股票你都要很注意 很注意 真的是很注意 那陈老师呢 今天呢 给大家一支股票 希望大家呢 稍微注意一下 来拉近一点 我们看一下这边 那我这支股票 给他称为 Oh my God之子 我们后面 我们来应征看看 你不要去管这业绩 你只要去注意 未来法人会不会认养 现在我跟你讲 你不要看 未来法人会认养 业绩能够大成长的 我跟你讲过 你就注意 我上礼拜 没有跟你讲电动车 没有 我说你在美其吗 康普那些的电动车 我上礼拜没有讲电动车 没有 那我就跟你讲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 好不好 注意一下 涌出大水 得满天下 现在就要这样 大家现在没注意 大家 我跟你讲 这支股票 你就注意到了 有一天 它可能会变成这个 我认为应该在这边 这支股票应该在这个位置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你慢慢看 未来法人会不会认养 业绩大成长 涌出大水得满天下 另外各位投资朋友 陈老师今天给大家 麻烦大家进来扫QR Code 给你两支中低价大成长的电子 大黑马 就给你这三个字就好了 我陈老师叫你注意的股票 你就注意 你不要再问了 我叫你注意 你就注意了 你不要再问我了 你拉回来就注意就对了 你不要再问我了 你等到解 解不是解封啊 你等到正常交易了 我叫你拉回来 你要注意 你就注意的 两支今天把QR Code 把它扫到 扫进去 那今天这支股票 我们做参考就好了 我们当参考 未来会不会法人 会不会慢慢来认养 我认为这应该是很有机会 我们注意就好了 我们注意就好了 那今天这份资料 今天送给大家 那今天陈老师呢 这个QR Code里面 有很重要的资料 两支大黑马 那我叫你注意的 注意一下 好不好 注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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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的 我跟你讲的东西 一定有我的道理 穿三戈可以买吗 当然可以买啊 我没手要买啊 我没手要买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点资料 点资料 注意一下好不好 那我跟你讲呢 拉回来这些 尤其这个 要很注意 金金歌 金豪歌 金鸿 好不好 有人说 真好之后 这个还没去 没关系 那今天给大家两支大黑马 那这支股票也要记住 希望我们未来都能够涌出大水 然后呢 政府都能够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总统 都能够得满天下 这支股票 你记住有一天 他万一变成 Oh my God 把人来认养 业绩大成长 陈老师啊 我想要追了 我跟你讲 我是不怕你买 我是怕你有一天 你来拉近的 我是怕你有一天 你买不到 我是怕你有一天 你买不到 像这一样 我也不怕你 你也记住 好不好 跟他很接近 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又3687 很接近 很接近 36 这支你3687 这也36 注意就好了 Oh my God 这支好不好 搞不好 下一波换成长他 好不好 那今天呢 陈老师 另外给大家 两支一定 QR口要进来扫 要电池够再进来扫 你如果没要电池够 你不要进来扫 好不好 你不要问我 是电动车 还是光学 还是什么 好不好 进来扫就对了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SPN 财经台 守护台湾 守护家园 最艰难的时刻 我们永远与你同在 188防疫专案 帮助你守护你的财富 营业头部 守护专线 02 报一 3366 报一 3366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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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直播 必须上线 必须上线 Live直播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头顾 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各位投资朋友 注意啦 注意好不好 尤其是金红 好不好 谁支股票 更要注意 好好把握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那么货帮助